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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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先共修 请把握时间 把心静下来 请合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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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佛菩萨 我尽规明理是法 一切佛菩萨生温柔 大千天沿着一粒菩提 远离主而道 能得神天上乃至着你 看若我作少醉碎精致 尽对主破千残灰灵出灭 我尽身口意所记住 愿作不定 当成无常道士方布 独中供养如来者 其佛无常知 我尽尽随喜 有罪喜悚悔 师父皆随喜 我尽力诸佛愿成无常知 此时放大菩萨真余师 我尽规手里远处真佛提 得真佛提 一切佛于摩虚 专情情法轮 绕绕以众生 泪传 三天处世间无量聚之间 其佛于大法 孤独多苦众生 我莫与你 叹生之所信 种种多残福 愿佛摧观察 众生虚同龙 诸佛不言舍 愿意大慈悲度多 生死还现在诸实 过去未来佛 所信菩萨道 我尽愿求学 去诸佛罗明 成就留身后 独托诸众生 真余无上道 了知诸华公 无相不知心 不诸佛表示不善意不免 犹如大心 善了欲无我 无不特切落乃至无受者 不诸佛表示不知我 我所为安乐众生 事与无见灵 作诸佛不佳共用神调 了知空虚是佛罗明 事皆无解决 得佛今世佛 义无所诸故去皆佛罗明 愿如如此大不生分别心 已无成为故去人佛罗明 愿一生心 发起大精进 千古写代 举情波罗明 一如欢 如花 今有梦境 金刚灯三枚 聚餐 波罗明 愿真三明 知如雨三度 了三世平等 聚会波罗明 祢主我 妙四度 聚会波罗明 大为的菩萨 尽尽心 愿我 皆愿阿弥勒明 尘尘 清修如是 聚留波罗明 安住于师弟 一如是 所读 无量之宫的余地 愿阿归 诸神愈悲 天阿 聚恒 几色 愿我此时 弥勒是 自佛未来教华 使我 主神故 十五上 周既愿意 自善 也欲 神神世世 下满宝能意 善知识 承担群生 苦愿心 弥勒教 南无大师 弥勒菩萨 南无大师 弥勒菩萨 南无大师 弥勒菩萨 南无阿弥陀佛 耶同大吉 托地 耶同阿弥陀 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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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dice mars l Would you like? 取下来? 扭买后的起床 � Spectrum Na 阿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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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合掌 跟我念三稱本師聖號及開經濟 然後請關部分的燈 我們會靜坐 請合掌 一起念 南無本師釋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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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聖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授職 願解如來真實意 好 請關燈 好 請 請觀想自己坐在大寶蓮花 靜坐三分鐘 我們夜麗的風就像這個電扇 近 breakdown 你要训练自己 听到电扇的声音 但是心不受要干扰 就像在轮回的夜风里 你有界定会的功德力 自己可以坐着了主宰 能够控制自己的心 这是非常重要的 请如是安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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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结束了 眼睛轻轻地眨一眨 身体慢慢地动一动 不要急 请开灯 谢谢 请开灯 谢谢观看 好 请翻开讲义 30页 对不起 请翻开29页 29页 昨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只是讲教义比较多 接下来的端一说 因素 接下来请看第二十九页 先讲玄庄大师 请看幻灯片 玄庄大师在我们中国上 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高僧大德 他是从兜率内院成院再来的菩萨 我们中国人因为玄庄大师 那到西天去起经 所以在中国人里面 有很多很多了不起的经论 甚至现在在梵文本是失传的 在藏文本找到不一定完整 可是在中国汉文的《大藏经》里面 全部是保留完整的 比方说玄庄大师翻译过很多很多的经论 玄庄大师之前是伟大的纠摩罗舌大师 他到西天取经之前 凡是纠摩罗舌大师所翻译过的经典 他通通都看过也检查过 假如纠摩罗舌大师翻译过的 基本上他都不会再翻 除非这部经他值得再重翻一遍 圣人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 所以他对于旧摩罗舌大师所翻译的经典 是非常的通达 那玄庄大师所翻译的经典 举方说有很多最有名的是《大博热经》 《瑜伽师帝论》 还有《维世中的经论》 就算我们一般常念的经典 像《阿弥陀经》 玄庄大师也从意一遍 因为纠摩罗舌大师翻译的很好 被赞叹为七佛的《易经师》 这里的七不是只有指数字 是指七个方位无量的世界 纠摩罗舌大师都是《易经师》 那玄庄大师呢 他翻译的也非常的好 他有很多的故事我很想讲 第一个先讲他去印度西天取经的故事 第二个我再来讲 他翻译《大博热经》的故事 第三个我再来讲 他上升兜率内院的故事 待会我若讲得太欢喜的时候 忘记起提醒我 我发觉我越来越老了 或许这几天比较累吧 没关系 第一个先讲 他到西天取经的时候 他写了一部书叫《大唐西域剧》 在全世界研究中国历史 地理 文化 乃至于印度 以及当时丝绸之路 所有的状况呢 都得读玄庄大师的《大唐西域剧》 唐太宗呢 请他把一生的传记全部都写下来 是非常精准的 其中 玄庄大师呢 有提到一个故事 关于一尊莲花手观音 也关于他自己的故事 有一天 玄庄大师到西天取经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圣地 传说这个观世音菩萨是石雕的 但是非常非常的灵感 那在印度 我们传统上都会拿花曼呢 供养佛菩萨 就像你们新加坡 比较容易看得到 有空各位可以去 Little Indian 小印度 每天早上呢 你就会看到他们呢 串花曼 串成线 可以供在佛的菩萨 或是印度西瓦神的头顶 或是手上 或是佛桌 那玄庄大师也顺着当时印度的习俗 所以他就买了三朵花 代表佛法生三宝 他供养佛菩萨 但是呢 他在供花之前 他发愿 就好像现在呢 这样子 虔诚向佛菩萨顶礼 他问了三个问题 请注意听 这个或许对你也有一些启发 就是说 尊贵的大悲观世音菩萨 我这一生为了利益众生 冒了生命 我来西天起经 请问我会活着回去吗 假如我会活着回去的话呢 希望我现在丢的花 因为念了你的大悲观音菩萨的圣号 花呢就会掉在你的手上 因为它是莲花手观音嘛 对不对 它就很齐情 很虔诚地顶礼三拜 然后就发如誓愿 它就往前面一头 结果呢 花就真的 落在观世音菩萨的右手上 他他非常欢喜 表示呢 虽然西天取经啊 很辛苦啊 但是呢 他一定呢 会回到中国 先让我把故事讲完 待会再来说 这个故事给我们什么建议 你们第一个念头一定会想 是不是我待会去要买花 赶快来偷偷看 这边刚好有个观世音 对不对 不要这么急 第二个 当时他要来 从中国到西天取经的时候 因为当时翻译的经论不太多 从魏晋南北朝一直翻译到唐朝 其实经文是陆陆续续的 所以不像我们现在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呢 在图书馆找到所有的 北传大藏经 而且当时的经论都要用抄的 所以当时会有一个辩论 什么辩论呢 就是这个人 假如他非常非常非常的坏 坏到完全没有善根的 叫做义禅体 请问他有没有佛性 有些经论呢 就说他有佛性 可是要经过无量节 无量节才成佛 有些经论说呢 他是没有佛性的 因为他坏到呢 连善根都无法生起 所以玄庄大师呢 对这个问题呢 他内心觉得啊 一禅体啊 也有佛性 因为他认为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那不可能坏人就没有佛性 所以他就拜观世音菩萨说 牵手牵眼 广大灵感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 你是观音菩萨 但是你的智慧也广大无边 弟子呢 认为一禅体 也有佛性 请你给我开示 假如这个答案是正确的话 我第二朵花 供养你的时候 希望落在你的脖子上 就像宝货 就像宝货一样 能够呢 落在你的脖子上 像珍珠阴落啊 能够供养你 所以他又在顶礼了三拜 然后站了起来 他就念观音菩萨的圣号 结果这样一头 这个呢 花真的又落在他的脖子上 可见 一禅体也有佛性 第三个问题 他说大悲观世音菩萨 我一生尽行寿 当我生命结束的时候 我想求生都帅内愿 我跟弥勒菩萨很有缘 我发愿深深适适呢 在在处处都做弥勒菩萨的弟子 请问我灵命中的时候 能不能满我的愿 身无病苦 心不贪恋 意不颠倒 如如禅定 希望我能够预知实质 见到梅勒菩萨 跟都帅内愿的眷属来接我 假如这个愿望可以圆满的话 我第三朵花就会供养您 希望它落在你的头上 像宝观一般 宝观一般 庄严佛菩萨 所以这时候呢 因为这个愿望对他来讲很重要 所以他就虔诚不但顶礼 还多拜了四拜 变七拜 他就很专注 是眼睛闭着的 然后呢 他就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往前一头 结果很不可思议的 花呢 就真正落在观世音菩萨的宝冠上 当然 说明将来他一定欲知实质 求生都帅内愿 好 故事讲完了 讲完了仪式是说 全庄大师啊 没有像你们一样是拿木棒这样子 一直摇一直摇 拐签的 啪 算机率的 像现在呢 道教跟佛教呢 都有拐签 对不对 一正一反 三个正三个反 其实那个并不算 我跟你讲真话 那算拘力的 就算你不在佛菩萨面前 你这样一丢啊 他还是有几率的 那个几率呢 就是五十五十嘛 但是注意听 这个地方 玄壮大师呢 他是真正的透过发愿 跟鼎礼 还有呢 他是印度的雕像呢 是可以让你共花慢的 当然我没有去查经论 就说他跟观世音菩萨之间 到底是很近还是很远 不过他的诚心 当他动念头 要落在手上的时候 他就落在手上 他希望他供养在脖子上 他就在脖子上 那供养在头上 他就在头上 可见他是由他的心的愿力 而圆满的 所以 这跟我们一般拔签 是不一样的 不相信的话 我没有看过新加坡的夜市 不过台湾夜市 台湾夜市有一种那种陶瓷 知道吗 像那个什么 你们讲的 随便想一想 多拉一梦啊 或是呢 卡丁帽啊 然后要你换一个 竹子的圆签 有没有 一头 那你会套圈 套中了呢就得奖 不相信呢 下次上你可以试试看 如果新加坡没有的话 你就在家里自己坐着丢丢看吧 你就知道几率是很低的 所以 必须透过你发愿而真诚呢 而会满他的愿 所以玄庄大师呢 本身呢 他是很虔诚的 我说过 他一路到西天取经的时候呢 专门就是念观音菩萨 跟 般若心经 然后呢 他呢 一生的功德力 听考 他念观世音菩萨 但是他并没有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所以观世音菩萨也不会吃醋的 而他发愿的呢 是上身都率内院 当然他在灵命中的时候 好 我现在讲他灵终之前 当他回到中国的时候 当然唐太宗呢 是非常礼遇他 然后呢 让他呢 住在玉华寺 然后供养他 全部一切的这个 所需要的东西 他带了很多梵文本 而且招勤 中国天下 所有最优秀的出家人 帮他译经 所以 他呢 就一生都在翻译经典 那事实上呢 他只活到62岁 有些经论说63岁 差一岁没关系 农历 他活到的生命并不是很长 62岁或63岁就往生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生啊 一个人啊 所谓的长途跋涉 然后呢 到克神明尔 到印度 所以他一生呢 身体是很辛苦的 所以他并没有呢 发愿很长 受住在世间 结果他回来 中国以后 就大量翻译经典 翻了经典呢 有很多人帮他 到了最后一部经 他自己觉得 自己时间差不多了 人啊 其实要走的时候 是大概自己会知道 然后呢 他就准备翻大波尔经 这时候呢 弟子们呢 就劝他 然后他自己也决定说 因为时日不多 大波尔经 六百卷非常的多 所以他想 想摘路翻 摘路翻就是重要的 色不异空 空不异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这些重复的东西 他想把它省略 结果 他 做了这个决定以后 晚上就点香 然后就睡觉了 睡觉以后 梦到了诸佛菩萨 跟天龙巴布都现前 甚至佛放光跟他讲 玄壮玄壮 摩克波尔波罗蜜经 是诸佛甚深的教法 东土的众生 就是我们中国 有大乘根性啊 你不可以减少 你要一个一个字翻 因为呢 波尔波罗蜜 因为会你的翻译 而流通东土 而且将来会流通全世界 假如你现在把它精简的话 后人是没有你这个智慧 可以看得懂梵文的 所以你不可以 虽然辛苦 但是你不可以减少 也就偷懒 所以你要一个一个字翻 这时候就看到天龙巴布呢 拿着香花灯果竹 到他前面顶礼供养他 然后他就梦醒了 醒了以后呢 他就告诉他的弟子 各位弟子 很辛苦啊 没办法偷懒啊 那还是要一个一个字翻 所以他就把大波尔经 全部翻完了 所以现在全世界呢 大波尔经最完整的是 在中国的华文本 所以我们投胎 我插播一下啊 所以我们作为华人啊 是很有福报的 其实你应该好好读 波尔经 读大波尔经 我听说新加坡也有几个道场呢 念六百卷大波尔经 非常好 师父随喜功德无量 因为我自己也读波尔波罗蜜经 当他知道自己 快剩下没有多久的时候呢 他一样每天跪在 梅勒菩萨面前发愿 希望今生没有障碍 往生弥勒净土 结果呢 他把他一身人家 供养他剩下的福报呢 印了造了十亿个 十亿个弥勒菩萨的造像 印刷 大量的印 还抄金 放生 还有供养 然后呢 他就一直念呢 往生弥勒净土的文 而往生弥勒净土的文 就在这次的讲义 请各位翻开 今天晚上我会教大家念 第九页 赞弥勒四里文 第九页到第十一页 今天我会讲 有四段的文 这是玄庄大师 每天自己念的 亲自发愿文 他就发愿能够呢 南魔弥勒如来 应正等觉 希望能够南魔弥勒如来 愿我舍此一定往生 这时候呢 在他快断气的连两三天呢 他突然看到了两个人 大概八尺高 非常的庄严 捧得一朵白莲花来 然后呢 他就对玄庄大师说 尊贵的大师啊 你现在虽然有一点点病痛 没有关系 不会障碍你往生的 我们是从兜率内院 来接你的菩萨 你或许会有怀疑 你一生修情了这么多 为什么现在还有病痛呢 他说这是你无量节 无量节的业 重抱而轻受 你应该身欢喜心 当你的业消的时候呢 你因弥勒菩萨的加持 你的业会忏除 然后你一定往生兜率内院 后来呢 讲完了以后呢 过了一天呢 他就入地 然后呢 一直见面 弥勒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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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在快要天亮的时候呢 他就断气了 他断气以后呢 有七七四十九天啊 身体是坐着 脸色呢 是非常的红润 而且头顶是暖的 然后呢 就像活的人一样 这样微笑 四十九天都不倒单 然后呢 就走了 所以这是他的功德 当时他往生的时候 当然唐太宗 以及中国的历代高僧啊 都非常非常的难过 因为就像一个 伟大的太阳一样 已经夕阳西向 众生呢 要依止这样的善知识 却很少 当然他的徒弟 亏西大师 还有其他的弟子 都在旁边 轮番照顾他四十九天 那这时候 当时唐朝也有一个 最有名的叫道宣律师 各位大家知道 他是持戒的律师 他的功德也很大 他可以感到呢 持戒的道宣律师啊 天上的那个天神啊 中午是送饭来的 而且呢 他因为持戒的功德 所以他直接可以 跟天神讲话 那当玄庄大师 往生以后 道宣律师也觉得很难过 他有一天突然就问 他旁边的天龙八部 他说请问 玄庄大师 修持得如何呢 他去哪里了 那位天上的天龙八部 就说 善哉善哉 玄庄大师啊 他说道宣律师 他修持连续 九世以来啊 都修福修会 九世都没有中断 都是出家和尚 而且常修饭行 身口意非常的清静 而且他多生多节呢 多文博学 智慧非常的高 辩才无碍 在南瞻步周里面啊 修行是第一的 所以他的福德功德 也是如此 从古至今 除了 纠摩罗沙大师 翻译的东西 可以跟他媲美之外 南瞻步周啊 是没有一个人翻译 比他更好的 甚至呢 他翻得跟原来的 梵文本是一模一样啊 所以因他大悲怨心 求法的功德力 易经的功德力 所以现在他已经在 都帅内院上品上升了 结果呢 那个道宣律师一听到以后 就非常的感动 合掌一下 他觉得 玄壮大师是修得很不错的 所以从这个故事 你可以知道 修行不是只有仪式 玄壮大师呢 也连续修了九世 而且九世呢 借体都清静 犯恨庄严 而且他易的经典呢 是除了南瞻步周啊 除了九摩洛舌大师 可以跟他媲美之外 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他的 所以 现在从学术界的角度来讲 除了赞叹九摩洛舌大师之外 也赞叹玄壮大师 甚至在印度很多的梵文本 不见的时候 你找回中国玄壮大师的翻译 可以对回原来的梵文本 所以这在易经史上呢 是非常了不起的 而且他的功德无量 福德也无边 所以他上身都帅内院 好 这是一个 接下来我继续再讲几个故事 在讲佛在世的时候 那你说都帅内院 当然玄壮大师是高僧啊 那你说师父像我一般人可以去吗 答案是可以的 只要你有这个怨心 我讲下面一个故事 出自于佛说五百幼童经 有一天释迦摩尼佛 游到波罗奈国 与大匹丘众跟一千二百五十人聚 跟菩萨众 就讲经说法 讲经说法以后呢 就休息 休息这时候呢 有五百个童子 就是五百个娃娃 小朋友 就是童男童女啊 平常也很有善根 听佛讲经 佛讲完经呢 当然他就很高兴了 小朋友呢 就是做什么 就是玩 所以他就呢 跑到河的旁边 这五百个童子呢 就像兄弟姐妹一样 每天都在一起 然后每天呢 就听经文法 然后有 当这一天佛讲经完了以后 他就跑到一条大河的旁边去玩 那你想想看 印度的小朋友都玩什么 他玩了沙子跟泥土 把他造佛塔 那有一个大的男孩 就开始造佛塔 造完以后就告诉 因为他们五百个人呢 都是好兄弟姐妹一样 都是童男童女 他就说 你造得很好 我也要学你 就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 结果五百个人呢 就在河的旁边 各造了一个佛塔 这样加起来 就造了五百个大佛塔 结果因为他们玩得太开心了 就到了下午 下午快要到傍晚的时候 突然呢 打雷下大雨 没想到河水泛乱 就把这个佛塔呢 通通冲掉 五百个小朋友 哎呀 也淹死了 淹死了以后呢 他的父母呢 在晚上知道的时候 就非常非常的难过 就在想 平常都是学佛的啊 也听经啊 怎么没有想到 早上去听经 下午去玩 晚上就过世了 那五百个孩子的 这个父母都非常的难过 就半夜的时候 在晚上就来见释迦摩尼佛 他说 世尊啊 世尊啊 请你告诉我 为什么我的儿子女儿 有这种业力呢 他平常做你的学生啊 很乖巧的啊 可是为什么今天呢 就过世了呢 佛陀就告诉他 每一个人都有 个人的因缘果报 他说 这五百个小孩啊 虽然心很善良 但是 他的福报比较薄 今天逃不过他的业力 所以他就过世了 那当然佛陀就为 这些父母开示说 人都有生老病死 可是呢 后来这些父母啊 听到了 还是没办法解除他的悲伤 他就再问 佛陀 你是圣者 那我这个五百个小娃娃 都去哪里了呢 我就突然微笑了 还入定了 那所有的五百个 爸爸妈妈都觉得很奇怪 怎么我的儿子死了呢 佛还微笑咧 佛就说 你不要难过 人都有生老病死 我现在用神通看到他们 他们因为平常学习佛法 还有 临命中的时候还造塔 以造塔的功德 这五百个小朋友 通通都在兜率内院 见弥勒菩萨啦 他们听了以后呢 家人当然还是会怀疑 这时候佛就用神通力放光 震动三千大千世界 而且呢 造到米勒内院 的确呢 他就看到五百个小娃娃呢 跟爸爸妈妈说 爸爸妈妈 你不用担心我们 我们现在在兜率内院 你要好好地学佛 那云呢 就盖住了兜率内院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所以由此可知啊 平常修行很重要 修行要靠平常 第二 就算你精进 你一定有无量节的业 就像这个小朋友 他虽然有善心也精进 但是他还是敌不过他的业力 但是呢 他在灵命中前 只是一个散乱心去造佛塔 只是坐沙子去玩嘛 可是他心中意念佛塔的功德 所以他上升了兜率内院 见到了弥勒菩萨 所以可见 我们一生若点灯 做功德 还造塔 那当然你一定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你不要去怀疑 有人常常都会怀疑 哎呀 师父我做了这么多功德 为什么我还有这么多的灾难 或苦难呢 那答案是你过去的业与烦恼 简单地说 你过去的业像什么呢 大海浪一样 你造的功德啊 只有一点点而已 就算你学佛十年跟二十年 已经很精进了 师父还是要鼓励你 十年跟二十年啊 跟无量节生生式轮回啊 才比啊 还不到一两秒钟而已 所以大家还要再用功 再精进 再用功 再精进 你不要认为说 我已经做了很多功德啦 其实你的功德还是很少的 在恒河杀树世界里面 有很多人很多人呢 他是做很多很多的功德的 而且修持不论在家跟出家 都是生生世世都修的 好 下面再讲一个故事 明朝憨山大师也往生都帅内院 明朝的时候有四大师 明末四大师 就是偶艺大师 莲齿大师 憨山大师跟子伯大师 四个高僧 那憨山大师呢 他专攻华言经 也修楞言经 他也念佛 但是呢 他后来发愿求生 迷了内院 有一天 有一天 在安山大师的年谱里面说 有一天 他自己在送经 就在打坐 送完经以后 他到打坐的时候 他突然觉得 诶 奇怪 为什么身体轻飘飘的感觉 飞了起来 好像做了莲花 就飞飞飞飞飞 飞的时候呢 十方万里无云啊 都非常广大无边 这个莲花就下来一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呢 干净得像一个镜子 而且通通都是琉璃一样 他就觉得奇怪 这个不是人间啊 对不对 我住的房子也没这么好啊 他就突然看到说 原来在琉璃里面呢 有一个最高最高的楼阁 楼阁里面呢 非常非常的庄严 而且楼阁当中 有一个高座 有一个紫金坛色的金刚宝座 非常非常的庄严 然后呢 他就心里动了一个念头 我想要靠近他 为什么 因为这么清凉的世界里 然后有这么好的东西 也有杂染的东西 他就看到了 有干净的也不干净 可是他动了这个念头 他心想要去靠近这个宝塔 可是他却没有办法靠近 他就想 哎呀 一切唯心造 好的跟不好的 也是靠我的心显现的 所以他就想 我应该恭敬心 所以他就合掌 很虔诚恭敬 因为一念前程恭敬 他心呢 就靠近了这个宝塔 然后呢 他就从莲花下来 突然呢 有一个出家人 就从他后面来 拿了一本经典说 哎 法师 和尚说这部经拿给你 请你跟我来 他想奇怪 这个人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呢 叫他憨山大师啊 请你拿这本经 然后他打开了经文 看不懂 全部是用金粉写的梵文字 然后呢 他就问了他 法师请问 你说和尚给我的 然后叫我跟你去 请问你们家的和尚是谁呢 他说弥勒菩萨 就是我师父 请你跟我来吧 然后呢 他就跟着走 走的时候呢 他就进了宝殿 然后呢 非常非常多的人 他就跟着这个出家人 坐在第一个位置 突然呢 敲了一倾声 咚 弥勒菩萨就出现了 万丈光芒 那时候呢 因为呢 旁边的法师就暗示他 往前走 因为说嘛 师父说呢 叫我把金典拿给你啊 对不对 然后呢 你跟着我来 这时候他知道 弥勒菩萨要说法了 那我就是当机众 所以他非常的高兴 憨山大师呢 就把袈裟赶快整理 到前面呢 顶礼尊贵的弥勒菩萨 三次 然后就跪着 然后呢 请佛为他说法 这时候佛讲了很多很多的法 其中有几首记子 分别是事 无分别是智 一是然 一致敬 然 有生死 敬则无诸佛 我待会会解释 这时候啊 他就非常的欢喜 然后呢 心中充满了空灵的声音 因为刚才 咚的一声 他还记得 然后他就醒了 结果呢 他一醒的时候 原来呢 自己就坐在自己的佛堂里 就感觉刚才就像一般梦一般 这就是